2023年第76届干纳电影节上 这位中国导演带来的两部作品 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将决出金松旅奖 另一部则入围特别整一单元 你或许对他的名字不太熟悉 但他早已是多次入围国际电影节 享誉世界的知名导演 他的名字叫王斌 196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14岁时父亲去世不再上学 进入到西安的建筑设计学院工作 1991年他进入鲁旭美术学院学习摄影 随后于1996年继续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竞秀 在鲁美旧度期间 王斌就曾到沈阳市的铁锡区拍摄作业 对这里十分熟悉 1999年他回到这里 开始构思一部关于东北工人下岗潮的影片 一天他在沈阳玻璃厂道口玩耍时 一辆火车使劲停在了他的面前 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询问火车上的工作人员 能否到火车上进行拍摄 工人答复答没有问题 于是他意外地进入了这条连接着各个工厂的火车线 拍摄下了铁锡区开场的这段长镜头 随后他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九小时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也很快让他进入到国际视野 如今在拍摄东北工人下岗潮的影视题材时 没有导演会不参考这部电影 之后他仍继续着他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创作 虽然他的电影屡次在国际的影节上获奖 但这些影片从来没有一部在中国大陆上映过 有些作品无法观看 还有些作品甚至连搜索都搜索不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他曾表示 为了供应我必须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 我从来没有申请过 也永远不会 我认为这无聊且无意义 王明导演以纪录片闻名 但他却表示自己很少看纪录片 对纪录片其实值之甚少 最熟悉的是电影 对于他来说 纪录片和电影在美学上是一致的 他的影片关注边缘群体 以小成本宽字有度的视频策略为主 在影像风格上 他习惯以旁观者的姿态 将摄影机放置在人物旁 采取尽量不介入的态度 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由于长时间的拍摄 被摄者往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对摄影机完全忽视 因此影片给人一种极为真实的自然感 在人物群香的描绘上 他选择去中心 去故事化的散点叙事 去捕捉各个人物重复的日常生活片段 因此普通观众会觉得沉闷枯燥 无论是这些生活片段 还是当事人直接面对镜头的叙述 在结尾 他总是喜欢以全景画面收尾 将故事推向一个对人物境遇未知的想象 正如他所说 他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美学风格是一致的 他的影片总是透露着一种悲伤的 灰暗的黑色情绪 但有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人物在行径中 背景的大自然 却显得另类的壮阔和美丽 这种边缘人物的境遇 与世界环境的对照 所谱写的是不同历史环境下的 人的生命曲 这里是三月点 一个专注电影审美和文化解析的频道 喜欢记得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的支持